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管协会与美华总 南加州中国文化大学校友会联合举办公益会桥讲座 邀请了7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开讲 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 在世界一栏举办818公益讲座 请到保险、经济、会计、律师、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 与大家分享三届经验 演讲嘉宾包括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 荣誉顾问范宇集团主席胡振国来主讲全球资产配置趋势 著名经济学家美华总监事长顾演时 带来中美贸易战影响和对策解析 加州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孙美华 讲解2018海外资产申报截止后的影响 以及慈善捐款应该了解的税法 当天律师庞飞金融专家向凌云 保全公司业主陈盈飞 书法和茶艺专家孙小华 分别带来有关企业管理 区块链 保全行业 以及茶艺讲座 使听者受益匪浅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七位专业的演讲员 平常他们是很少出现在社区去供应演讲 今天他们特别来无私的奉献他们最新的资讯 以及他们很专业的知识给我们大家 我相信今天来到我们讲座的听众一定是非常的有福气 美华总会长李舍潮也盛赞讲座非常成功 有来自梁三弟的演讲者 请囊相助带给大家全方位的资讯 那这个讲座的内容呢 它是多方位的 而且是牵涉到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和行业 所以对经商的人 对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有 不管是从商业还是从个人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